有时心中会有一个声音,想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有属于我自己独特的专业吗? 我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然后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吗? 小勇爱读书,陪你一起读,要读的书是版本县艳,艺人创业,也是知识关键词艺人公司的第三本书。 到目前共同的主题有,专业资产化,客户生根,勇于向世界发声。 所以第三本书,小勇要强调的是自我了解的方法,三个重点。 1.Brand Dump,了解你的大脑。 2.USP,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属于你的销售主张。 3.行动的肌肉,资金不够,专业不足,不用怕,只要你敢向前行。 重点因Brand Dump,了解你的大脑。 一人创业提出要有商机,要兼顾两个特点。 1.个人轴,2.市场轴。 那哪一个轴线作为书中比较容易实践呢? 书中的答案是个人轴。 你有什么价值可以创造商机, 必须建立在你喜欢什么,才能走得长远。 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人难在自我了解。 版本鲜艳提出Brand Dump,一段空白的时间, 轻到你所有对自我的认知。 1.你童年就想做的事情是你的钻石。 2.你日常就在做的事情,书评、影评是你的能力。 3.你得心应手的是,别人或许不擅长,就是你的特点。 最后,4.你的弱点,内向、好动、紧张,或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地方。 擅长艺人工作,或是与人交流,或是一丝不苟的能力。 所以琢磨出属于你自己的能力,了解你自己,是需要不断去提升认知的。 重点2.USP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属于你的销售主张。 销售行为有三个重点。 Who, what, USP。 Who,卖给谁,也就是客户。 一人公司不重视规模化,珍惜第一个人与重视每一个人。 What,就是可以停工的商品或是服务是什么。 最后,USP是本书的重点,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你独特地成长轨迹、故事、感情,能发展出特别的服务。 例如,书中创业的案例,饱受忧郁症所苦的山木先生,创立了心理咨询公司。 不绘画画的设计师,开设了课程,来突破不擅长绘画的设计问题。 都是从自我不足去谋求解决之道,进而为群众提供服务。 三,行动的肌肉。 资金不够,专业不足,不用怕,只要你敢向前行。 创业最让人裹足不前的部分,就是觉得资金不足,专业不够。 作者认为资金不足有很多途径,如果都不行, 不妨边工作边创业。 所以,工作必须是对的工作,与你想要的能力相连结。 想要创业的你,应该是接近四十岁的壮年人了, 壮年人的每一天都是黄金时间。 然后,专业不够,专业不够怎么办? 哈哈,专业永远都不够,记得迟落逐梦。 理解你的弱点,认识你的弱点,学会合作学习,追逐你的梦想。 第二个,学习收集资讯,谋求解决弱点的途径。 最后,尝试不同的销售方式,或许通路与客户, 是在你意料不到的范畴里呢。 这本艺人创业副标题,创业就是做好一件你真正想做的事。 作者版本鲜艳曾经在乡像老家工作六年失所, 如果再这样下去,不但是只无趣还会一事无成。 毅然前往东京,而后创立版本立志书,成为创业导师。 针对这本书,小勇提出两个思考, 一,了解自己这件事,与其说创业, 不如说是踏入社会前很重要的自我认知, 但不踏入职场,又要如何自我了解呢? 二,销售也是融合强烈自我特质的能力, 这是否也是艺人创业者必须去磨练的技能呢? 最后两本补充阅读, 第一本是2020年1月, 小龄世界的艺人创业思考法, 日出出版社。 二,2020年1月出版, 谁也学创意从计划开始。 这一季知识关键词, 艺人公司, 闪本书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下一季的知识关键词是, 小勇爱读书, 我们下集见。